这条题目就是讲这个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哪一个是modal class 如何看这些数据呢? 第一行这个是class interval 是个range 下面这一行就是frequency 即是出现的次数 我们这样看 2-4的数字有9个 但是你不知道每一个分别是多少 总之它就group了给你的 OK? 它分了类给你的 2-4的数据有9个 5-7的数据有10个 但是你不知道每一粒分别是多少 可能是5 可能是6.9 可能是5.1 可能是7 甚至是7.4 它回落下来 也不奇怪 5-7的数据有10个 总之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grouping的规则是多少 总之你只知道 5-7的数据有10个 8-10的数据有5个 11-13的数据有14个 14-16的数据有10个 那我们用来找modal class的原则 其实和mod是很类似的 就是找回frequency最大的 这里那么多的frequency最大就是14 而class interval就是11-13 这一group就是我们的modal class 就是等于11-13 这一group就是我们的modal class 下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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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集完